-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金女女中翁正宏老师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核能单元里面的辐射安全的部分 提到辐射,各位同学会想到什么事情呢? 是反核游行?还是2011年的辅导核灾? 大家可能还历历在目 辐尔核灾造成的很严重的辐射外泄,不只是污染的陆地 而且这个辐射线还透过海水污染了整个太平洋 一直到现在,四年前辐射外泄的后续处理问题仍然相当的棘手 讲到这边,辐射真的是个很可怕的东西 它到底是什么呢?是电磁波还是粒子呢? 其实辐射可以被分成两类 一种是游离辐射,一种是非游离辐射 整人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的是属于游离辐射的部分 游离辐射会破坏生物细胞,当然也包含生物体上面的癌细胞 幸好如果我们能吸收少量的辐射 生物体是可以自行修复的 那有关于吸收辐射的剂量在国际上是以西佛为单位 根据游离辐射法规的规定 一个民众所允许接收的年剂量是1毫希佛 那人吸收到了游离辐射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是少量不会发生什么显著的效应 那随着游离辐射的剂量越来越多 会造成血液异常 或者说倦怠没有食欲 当你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2000毫希佛以上 甚至于有可能会造成死亡 假如这边老师先有个问题来问各位 全台湾辐射剂量最高的位置 各位猜猜看是在哪里呢? A. 兰嶼 B. 阿里山 C. 合一场跟合二场之间 D. 台北 思考一下再回答哦 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阿里山 那同学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 那个阿里山明明就是个很风光明媚的地方 怎么会是一个辐射重地呢? 到底生活中的辐射是从哪里来的? 生活中的辐射来源可以分成天然辐射 以及人造辐射两个部分 阿里山之所以会是有这么高的辐射剂量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 相对于其他的地方 它所曝露的宇宙射线是剂量是比较高的 因为少了大气层的屏障 所以它的辐射剂量是相对之下是比较高的 那人造辐射部分 则以医疗辐射的比例占为最大宗 那提到医疗辐射 这张表上面的所有的医疗行为都会有医疗辐射的出现 那以我们人最常照射的S光来说 一般民众所允许接收的年剂量1毫希佛 相当于是照50次胸腔S光的辐射剂量 那讲到辐射很多人会把它跟电磁波扯在一起 随着科技的日益发达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无线通讯的技术 或者说基地台 或者说热点等等 到处都充满了电磁波 那是不是我们人就一直扑在这个辐射的环境当中 而没有办法察觉呢 其实在第六章的部分我们有学过 电磁波有分成很多种类 S光宇宙射线属于游离辐射 另外在生活中还有一些可见光 红外线以及无线天坡等 这些电磁波其实只要暴露的剂量不是很高 其实对人是比较没有杀伤力的 所以其实不用太过担心 那核能发电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蚊枝色变的辐射 或者说放射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等我们下一个章节再跟各位揭晓 我们下一个章节再来